擦亮眼睛看神剧 大家好我是小Q 今天咱们抽出这个孙悟空和白骨精 穿越到现代发生感情的奇葩神剧 大梦西游 如果有一天呢你跟郑可嘉玩呢 突然这个孙悟空穿越过来了 非说你是他师父 你心里该会有何感想呢 这个孙悟空啊 取经路上跟师父耍小脾气 回花果山途中遇到了白骨精阻拦 可没成想 二人打斗时意外穿越到了现代社会 那来到现代的二人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们一起往下看 话说也不知道搁哪儿啊 这唐僧对着悟空一顿怼仗着说的 那为师跟你说啥你都不听 我现在管不了你了 你快嘚瑟上天了 现在就是把我大腿劲都不好使 这孙悟空也受不了 让你家别说了 这沙河人一瞅咋动真嗝的上去拦着 悟空一瞅他这得见上去就是一顿吗 这取经路上你压了全场就三句话 你还会说个啥呀 这沙河人就不服了 我天真挑单的你还不说呢 这八戒也想上去阻拦 没成想也是一顿怼呀 悟空眼瞅三尘十里坑都有 合计着回花火山遛猴子去吧 你挨打打地吧 随后便起身离开 可这没走多远啊 这个白骨精蹦得出来 这孙悟空又纳闷了 你这好端端咋还送上门来呢 这白骨精就说了 你把我一家老小给灭了 我来这你心里没点数码 这孙悟空一看你妹的得上头了还啊 一个起身跳到了天上 白骨精一瞅 这架着猴子 貌似小宇宙要爆发呀 这自己有点亏呀 随后召唤出了通明灵珠 那孙悟空能关着他们 二人各自施展大招开始对峙 可没曾想着 早上包子吃的可能有点多 这一击洞打破了时空 随后刷了一下 不知道是穿哪去 可另一头啊 这个叫唐小剑的小哥 正搁着骨子插花呢 可一瞅着你妈唐僧咋 跟我真像呢 正纳闷时 只见窗外金光一闪 随后刷了一下 孙悟空竟然穿越过来了 这可把唐小剑给整蒙圈了 可这时孙悟空一看 他这模样张口就叫师父 这一样的把唐小剑吓得起身 就要窗下跳 可你这 这跳下去咋啥什么用呢 耍猴的 再多的千万别模仿啊 这孙悟空瞅了瞅天上 说这妖气咋这么大呢 唐小剑一听就不愿意了 这是雾霾 你家妖气长这样啊 孙悟空一瞅 探想刘娜能关着他们 急忙起身追去 可另一头啊 这个一看就一副老板模样的老哥 正搁着驯画呢 原来啊 这货想找个模特啥的 可一瞅这找来的老妹 一个个长得个闹着玩 整容都不好使 正搁这儿骂着呢 这是一道白光闪过 随后沙发上多出来一个人 我就纳闷的 这凭空多出来个人 你们这一个个咋那么淡定呢 原来啊 这老妹正是一起 穿越过来的白骨精 这老板一瞅 他这本人瞬间起了半心思 那白骨精能惯着他吗 眼一闭一睁 一个转身 见这老哥精气气抖 这辈子也就过起来 随后白骨精整身衣服 开始了四处逛拥 另一边的唐小剑 正在路上狂奔 孙悟空在这人生地不熟 在马路上正纳闷 这啥玩意识 却不知挡着道了 那不得造成交通堵塞吗 这可引来了车主一顿马 这哪个季度排汽油机呢 真以为你大声过来呢 要不是老子刹车踩机 是非撞你回汽田报海了去 懂不懂交通啊 这孙悟空也明白了 他们说的是啥 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溜了 这时的唐小剑 在跳威蓝市差点被撞 好在被一阵金光带走 醒来之后啊 发现躺在了悟空的怀里 这可把他吓得赶紧起身受到 大哥呀 你这好端端的跟着我干啥 我又没招着 你好端端咋从我家天王板蹦出来呢 天王板也没钻孔 这一阵刀逼刀的 孙悟空也受不了啊 一拽手将他嘴巴给封了 孙悟空啊 也不想废话了就问 你到底是什么人物 为啥喝暗 似乎那么像的 还有这是哪 怎么一堆玩 我一个都没见过 随后解开了他的封印 这回唐小剑信了 老哥你这是会超能力的 教教我呗 给我整个超级英雄啥的 我指定帮你整牛地球啊 这话还没说完 又被定住了 随后一个金偶云窜到了家里 到了家中之后啊 二人一阵了解后 唐小剑说 你这是穿越来 孙悟空问 穿越是个啥呢 那唐小剑就开始表现了啊 说穿越是现在电视剧常用的套路 甭管谁穿越 现代人都爱看 随后问孙悟空 啥时候回去 而且宋悟空说 回去也是听唐僧刀的 和你在这玩玩 让他带着了解了解 现在社会 就这样 作为屌丝青年的唐小剑 第一件 当然是感受繁盛的交通事业 挤公交 可宋悟空好歹是个猴 这头回坐车还给整晕车了 你说这老脸往哪放 这话说回来了 甭管你是妖精还是啥的 只要是个妹子都得打扮 没啥抵抗力 你看人白骨精 这一车打扮 再抽着宋悟空 上公交都没整理所 人家把商场路子 给摸得明白了 在店里 不停的示唤心意 玩的倒是挺嗨 这到了晚上 唐小剑合计 带着宋悟空回家睡觉 可宋悟空不愿意 说完老孙 打小 占山为王 你瞅着你家 还没我和二十山 忙反正大的 反正是嫌弃的不行 那唐小剑一听就不愿意了 我压了 我倒想住大的 你有能耐给我变个大的 果不其然 宋悟空给他整了个别墅 可唐小剑纳闷了 你这房子 他给我整大山沟的 我这上班咋整啊 等我下山 单位都要下班了 不是我这老哥 送你个别墅 你那还单讲 这宋悟空不想听 他唠叨拉了他就飞走了 把搁着玩的小孩 都整盟圈了 给他妈说 天上有个鸟人 他妈不愿意了 小孩别撤赌啊 这到了晚上 唐小剑带着宋悟空 合计着找地方嗨一嗨 悟空啊 师父不在 你师父又调皮了 不过去归去 宋悟空看车里 抄抄抄抄的 脑蛙都炸了 合计着出去偷偷气 唐小剑呢 则跑的栏杆呢 欣赏水里人的大妹子 可好巧不巧啊 这宋悟空刚走 白骨硬也搁着玩的 当他看到了唐小剑时 瞬间当成了唐僧 这吃了唐僧 弄灯长生不老 那能放得了他吗 就上前狗子起来 唐小剑一瞅 哎呀这水里人大妹子 单身二十多年 难不成要结束了 一愣一愣 跟人老妹走了 这狗外面 二十正闹着呢 宋悟空此时突然出现 超起金箍棒 来了一招 跟老妹打费了 唐小剑一瞅 哎呀我压的妹子呢 宋悟空就说了 妹你答应那是妖精 可唐小剑哪能 停得进去了 好不容易整个妹子 你给我打跑了 对着宋悟空就一阵嚷人 这把他气得住的啊 从你以后 你爱砸砸地吧 说完就转身离去 唐小剑回家之后啊 以为宋悟空早已回来 没曾想叫半天 没人搭理他 那行吧 你不来拉倒 我自己住 可他嘴上说的别回来 这心里还是担心着 对着外面 一个劲地求得回来 可另一头啊 这个宋悟空找到了 受伤的白骨精说道 天往灰灰 说而不漏 今天俺老孙就灭了你的妖精 这白骨精就不愿意了 说着 你把我弄死了 你也别回去了 咱们怎么来的 心里没这儿叔叔吧 想回去咱俩 只有再次斗法 打破时空 那宋悟空一听 那麻烈是打呀 可白骨精不愿意了 我现在没有元气 就恢复了再说 宋悟空想想也是 说等你养好的再说吧 那起身就离去 那白骨精就不愿意了 你走了我没地方住啊 宋悟空张口说 那跟我住 心的流门都一套一套了嘛 这回家之后 唐小剑就纳闷了 我这养个猴就算了 还整个妖精 这上背就造什么腻了这是 宋悟空就说了 这妹的要再疗伤 以后就叫她精精就行了 就这样 唐小剑白天就上班 宋悟空跟精精 葛家没事去看看电视啥的 正看得起劲的时候 宋悟空非要看动物世界 就这样 俩人没事 整个电视还给惹鸡眼了 论打架 宋悟空绝对是没话准 可要是论撒娇呢 那白骨精给你闹呢 又是卖萌 又是撒娇的 别说宋悟空 连我都看着都嘚瑟 第二天一大早 这宋悟空和白骨精 可这吃水果唠嗑呢 你说 吃个水果我也不说啥了 你这架势 我才感觉虐狗 导演你的几个意思 可这一时 天上突然窜出个不明物体 仔细一瞅 像头猪 果不其然 降落之后真是头猪 把人白骨精眼都拉住了 这猪八戒起身后就纳闷了 晶晶啊 你咋和空空整一坨了呢 宋悟空就说道 我准备带晶晶去休息 你怎么也来了呢 刚要接着说 唐小剑突然出来 可一看这猪八戒 这个模样直接吓晕了 这猪八戒以为 这祸是他师父呢 急得是团团转的 好在宋悟空 几日才知道 只是长得像而已 随后让他以后 保护唐小剑 白骨精则让他变成人形 以后别处击吓人 你说这剧情 总这样耗下去 也不是个办法 导演能不给你安慰一下了吗 果不其然呢 这日久了果然就生情了 宋悟空和白骨精 逐渐有了好感 可这天晚上 宋悟空在门外看白骨精时 突然脑瓜子嗡嗡嗡的 疼得不行 也不知道啥情况 正在这专用的猪八戒 一炒猴哥这德行 急忙赶来 看到晕倒在地之后 突然想起了 菩萨交代的话 原来啊 这货从菩萨口中得知 宋悟空已在异界 过得潇潇洒洒的 这也是宋悟空命中一劫 我给你个金丝碗 祝你过去找他 这猪八戒问他 那整不会来的杂政啊 那菩萨就说了 那就看他造化了 要是他和白骨精产生感情 紧箍之后就会发出警告 一旦用情太深 就会领而犯 所以啊 猪八戒此情目的 就是带着宋悟空 早日回到西天取经 第二天 悟空醒来 猪八戒说他有回去的办法 今天晚上你带着白骨精来找我 这可把宋悟空给激动坏了 到了晚上啊 悟空领着白骨精就过来了 猪八戒让宋悟空过来有话说 悟空让晶晶等着 随后过去问啥事 此时啊 金丝网突然盖住了白骨精 悟空连忙上前帮忙 却被金丝网反弹回去 猪八戒急忙将他拉起来 宋悟空那个气 问他几个意思 猪八戒说他也是迫不得已 这时金丝网召唤出了 白骨精体内的通明灵珠 猪八戒说 只有通明灵珠可以让我们回去 但必须有一人 用法力激活灵珠才行 可孙悟空不愿意 今天不回去 我私也不去 说着就要去救白骨精 这猪八戒拦下他说 我知道你对他的感情 可这是菩萨的安排 你一旦用情太神 警无诚就会发生警告 这兄弟一场 我怎么能忍心你这样 孙悟空知道猪八戒的好 可他还是放心不下白骨精 和白骨精留在这里 将受重伤昏迷的白骨精 带回家后 白骨精来到梦境中 听到了熔祖的声音 告诉他 自己不过是孙悟空 取经路上的九九八十一难 若孙悟空执意于红尘 那他则命不久矣 梦后白骨精突然苏醒 上去就抱着孙悟空 那是一个紧 而孙悟空的头再次疼得起来 可他却咬牙坚持 只想给白骨精一丝依靠 第二天啊 白骨精拉着孙悟空出去 却二人在周边游山玩水的 看着挺开心 只有白骨精心里知道 这样的日子可能即将没有了 到了晚上 小白趁着孙悟空不注意 召唤出通明灵珠 强行用法力激活 孙悟空开始慌了 想要阻止 可白骨精却说 大生啊 我可能没有办法跟你修行了 孙悟空内心开始了 不完他急忙说道 我七天大生不让你走 你哪也不能去 如果天地隆不了你 我就捅破这天 踏破这地 如果终生容不下你 那我会容下你 白骨精只是安静的 看着他没有说话 最终化为一丝青烟 融入进通明灵珠之中 留下了正在怒吼的孙悟空 随后 通明灵珠也将孙悟空吸了进去 电影到这里 也就结束了 其实近年来啊 《西游记》到底如何拍 一直是有争议的 作为一部网剧 抛下吴老爷子 棺材板做得住 和下半年中奥合拍的 能不能拍 而本剧的重点 则是刻画孙悟空 和白骨精的情感 虽然有些类似于 大话西游的桥段 但只要感情是纯洁的 谁又能说 作为神仙妖精的 就不能拥有真爱呢 总体来说啊 本片其实看似搞笑 在结尾还是对感情刻画得很明显 不能看出导演 也是有故事的人啊 于是我在开头 刻意看了一下 导演竟然是马云 我瞬间有种找他 结算这个购物车的成功啊 其他的也不多说啥了 那如果有一天 孙悟空跑到你家 你打算让他帮你干些啥呢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小Q就聊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奇葩电影 可以在下方评论 喜欢记得点击关注我们 下期再见